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大学送红包给学生利益良善 但是多伦多大学犯一个大错 所以标题给你听 多伦多大学竟然送红包里面是名纸 你看到这里很清楚 上面还写着 就写着这个Hell banknote 所以今天我们学到什么叫banknote 是很特别的一个字 其实就纸钞了 所以他们道歉了 但道歉有没有来得及 我也不知道 这新闻其实已经是上上周前 只是说我还有点来不及路 来吧 所以这里看一下 大学说了 There is no malicious intent behind unbound hell money incident malicious就恶意 他们没有恶意 真的就是犯了一个错 而且这个红包这个字很有趣 他报道里面用的是我们台语发音 on包 他们有写什么 home bao 或者就是什么 pocket money red envelope 这些的 也不错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用 我们的发音来去 让外国人认识我们的字 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事情 我们已经很配合用英文字拼给他听了 我没有要你记 就是红跟包这两个中文字怎么写 所以用这个拼音的方式 拼给你听 然后你只要记怎么念就好了 这已经算是一个很配合的事情 那日本人也是一样 日本人行之有年 他们像我们就不会说寿司是饭上面放了生鱼 对不对 我们会叫它sushi 那外国人也都认为 就英文的世界里面都知道它叫sushi 因为日本人就叫它sushi 所以我就很支持 我们的东西就直接用这个发音的方式拼给人家听 让人家背 我觉得是不错的 所以 这我好像说过 也顺便再提一下一下 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最近才开始看我的影片 有一年台北办那个牛肉面节 那牛肉面节他们的英文翻译 你可能会想说牛肉面 beef noodles 我们大家都知道 可是他们那年很大胆 他们就叫它牛肉面 牛肉面festival 就有被台湾同胞骂 骂了半天 报纸上也写这些的 说你为什么不翻beef noodles就好了 你干嘛用什么牛肉面 但我了解他们背后的意思就是 我们叫它牛肉面 所以外国人来了台湾 Hey what is this 牛肉面 Well it's pretty good 如果你要用音译的话 那就是牛肉面 很可以啊 为什么一定要 为什么一定要 鞠躬哈腰到一个地步去 我们要用英文的字来描述这个东西 然后并且把它变成名字 没有必要 所以你跟我们发音 然后把它翻给你 音译给你 你就记那个就好了 所以这个昂包我喜欢 好 anyway 来看一下 这边说了些什么 So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CNY The giving and receiving of anbao is an eagerly anticipated tradition 所以这是一个被大家迫切期待的传统 还不错 所以这边 好这边都没有把这个字补进去 但无所谓啦 Eager这个字就是迫切的 引颈期盼的 anticipate 就期待 那对于海外这些华人学生们 For Chinese students overseas Getting anbao would also be a warm reminder of home 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温暖的 提醒你家乡是什么样子 A warm reminder 接下来 But imagine the horror 但是你就想象一下这个可怕的状态 When one is given an anbao Only to find hell money inside 你想象一下一个人被给了红包 结果却在里面看到了地狱的钱 所以这个片语 我们在上礼拜就说过了 Only to So you do something Only to 然后又加一个原型动词不定词下去 它的意思 我们上礼拜说过了 所以这边我们大概口头说一下就好了 就你前面做了件事情 但是却没想到 后面导致的是 跟你原先料想不同的结果 所以这里用了一个 这个用法 我觉得是用的很棒的 所以想象一下这个多可怕 Imagine the horror 当一个人 When one is given an anonbao 你被给了一个红包 却发现里面是名纸 Only to find hell money inside 这个名纸 它只用一个词叫做 hell money 其实后来我们会看到 另外一个词叫Jaws paper 这个就是在说 我们烧给死人用的钱 的东西 所以这个Jaws paper 就是我们的那种 gim show gim的gim 甚至不是长这个样子 这个至少看起来 还像是money 对不对 我们烧的金纸上面 甚至不会有数字 或者是多少钱 这些的 上面就是一个金箔银箔在上面 然后就是一个 好像是回收的吧 大概是不是 凸就黄黄的纸 厚厚的 那个叫Jaws paper OK J-O-S-S 这对我来说也是新的词 其实我对这个词也不够熟悉 but anyway 好我们再看下来 再多看几段 So that's what happened to students at a dormi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这是多很多学生发生的事情 在他们的dorm 好 然后呢 这边就稍微描述了一下 我知道字很小 很不好意思 可是我想要把这边 稍微念一下下 OK 稍微念一下下 这是一个学生写出来的 学生写出来的 所以他说 Yesterday In celebrating the year of Tiger Grant House staff placed red envelopes for students and residents to take in a common area 所以 为了庆祝 这个火年 所以这个 Grad 我刚刚是不是念成Grant Grad House staff 所以这里的Grad House 就是那个硕士班的 Grad House staff 里面的这个员工们 放了一些红包 Placed red envelopes for students and residents to take 所以让学生 跟那边的居民来拿 In a common area 所以他们有一个common area 就是那个共同区 所以可能有个沙发 可能有个电视之类的 可以让人家休息或读书 所以叫common area However in the red envelopes are a few 民币 的名值 Hell money or hell banknote or money for the deceased 他用了几种方式来说它 这个banknote 就是我们今天也想要讲的词 这个banknote 所以note这个词 虽然有笔记的意思 可是你讲一个bank 加个银行在前面 它就变成了 纸钞 banknote OK 那这给死人用的 死人你除了用dead people之外 你也可以用the deceased 这个也是死人的意思 OK 过世的往生者for the deceased which are paper money burned for the dead 所以这个钱就是烧给死人用的 usually used during another Chinese festival 清明节 通常在另外一个节日 才会用到 就清明节 清明festival or tomb sweeping day 这个我们台湾有很常看到 扫墓节 please see the picture attached with this email 所以它就 大概就是刚刚那张照片 所以它还附件了 附一张这个照片 It literally prints hell banknote on it 上面就写着地狱钱 地狱银行的钱了 你还会不知道 所以这个学生 他这个分享 他事实上就是指责学校 你根本没有借口 你的借口太烂了 因为学校的借口就是说 不好意思我们不小心 不小心一个小 上面就已经写了 hell bank 你还会不知道 你可以问一下的 下面他的这个 他说不可 他的道歉不可接受 unacceptable的原因 我们等一下看下去 好 so giving 银币 hell money to a living person is a horrible act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because you are conveying to the person that you are dead to me 所以你在转达的一个 传达的一个讯息 就是对我来说你死了 这样子 you are dead to me or worse I wish you are dead 或者另外一个 更糟的就是 我希望你是死掉的 I wish you are dead or you were dead 所以这样的 mistake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是不可接受 为什么 judging by the great house website 所以他从他们的网站上看起来 they have several Asian looking staff members on the team 他们是有好几个 看起来像亚洲人的 这些员工们的 网站上是有些员工照片 有可能 and numerous Asian students living in grad house 住在这边的这个 dormetry里面 也有很多的亚洲学生 it is very clear that not only none of the students or staff from the Asian cultural community was consulted in preparation for this event but also none of their staff cared enough to look at the things they put in the red envelopes 好 所以这里有一个 not only but also 所以it is very clear 很明显的 not only 所以不止的部分 不止他们的这些学生 或者他们的员工们 都没有被问过 这件事情 没有被咨询过 在准备这个事情的时候 in preparation for this event so none of them was consulted 所以consult 这个字就有 咨询顾问一下下 都没有被咨询过 OK but also 而且 而且的部分 none of their staff cared enough 他们根本就没有在意到 会去看一下 cared enough to look at the things they put in the red envelopes 所以放在红包里面的东西 他们也没有在意到 去多看一眼 it literally says how banknote 他又再强调一次 上面就已经写了地域银行 你看不到你 你又不是不懂英文 therefore this is a serious act out of and which will remain cultural imperialism 所以这是一个出自于 cultural imperialism 以及也会持续成为 cultural imperialism 这件事情 这不止 对不起 我念的有点 2266的 所以反正这就是出于 以下这些事情 以及他也持续会是这些事情 我刚刚只讲了一个cultural imperialism 不够 事实上他要讲好几个 white supremacy and oppression forced upon Asian students 三个 第一个 文化上的这个帝国主义 cultural imperialism 我觉得这次真的也用的很重 下一个 white supremacy 就白人至上论 第三个 oppression 压迫 压迫亚洲学生 所以三样东西 都是出 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这个错误出于刚刚讲的这三样东西 以及他就持续会是三样东西代表的这样子 好 所以 这边我们写一些 好没关系 我们再多看一下 All right 我要看了一个字叫做 auspicious Let me see if I can Yes All right 好 所以学生看了很不爽 extremely inauspicious find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吉祥的 所以这边有一个auspicious 这个字就是吉祥 好 那这个吉祥的翻译 还真的是最好的翻译了 auspicious这个词 因为auspicious这个词 它英文的翻译就是 something that is excuse me something that is conducive to success conducive to something 就是对什么事情有帮助 所以一件事情 它能够对成功有帮助 那就是吉祥 对不对 以及favorable or giving or being a sign of future success 所以能够给你 或者它本身就是一个未来成功得象征 所以吉祥真的是最好的翻译 我想不出更好的翻译了 而这个纸钱就是非常的inauspicious的一个翻译 你打开之后 Oh my God Right 好 所以这边就强调一下下 Hell banknote印在上面 你看这个照片大了一点点 它这边上面真的写着 Hell banknote 地域银行的这个note 很糟糕 So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is is extremelyinauspicious OK 好然后 下面又讲了一次 下面又讲了一次 对他们来说 这是 这是bad luck 那这不很OK 很不OK So we place emphasis on this sort of things 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 是很有 很着重的 所以可能其他人会觉得 这是一个过度的反应 So while to many others it may be considered an overreaction But please also keep in mind that cultures can be different And it's important not to judge other cultures based on your own values 所以文化是不同的 那很重要就是 不要判断别人的文化 不要批判别人的文化 立即于你自己的价值观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西方人 你可能会觉得 这有什么吗 OK 你即便当需要开个玩笑 那就算了 但是他们说不OK 这不OK So it's clear 没有任何的Asian staff 或者student有被consult 再强调一次 这边是个报道 OK 所以好吧 那大概就这样 所以那这个Dorm有道歉 Apologizes 所以他们说他们不知道 不知道你个小啦 Again 你怎么不去问一下 你的亚洲学生呢 太笨了吧 不可能啦 真的 OK 所以那你看这边又说了 The team was not aware of the inappropriate nature of the currency inside the envelopes until it was too late 他们并不知道 并没有知觉到 这里面这个 Currency就是货币之前 它的一个不妥当的一个本质 The inappropriate nature of the currency Inside these envelopes 知道太词的位置 那才知道 总之放屁啦 好 所以讲到这里大概够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今天大概也就不特别的 好像刚刚还有另外几个 The inclusive跟Vigilant 不过这几个是在算了 好 OK啦 讲到这里大概 其实我对这个也是 我有那么一点点满不爽的 但人在台湾大概也没什么好说的 如果今天在多伦多大概不知道 打电话去骂人吧 OK 其实年已经过完了 所以今天做这一集 或许同学会觉得什么 你怎么不在 他立刻当下就弄了 我可能过年的时间有点忙 所以有点来不及做这一集 总之我们今天有学到什么 那就好了 好吧 我是Paul 我们明年见